南投縣政府衛生局為了防止登革熱疫情擴散自本線 危及縣民安全緊急採購登革熱快篩試劑 並撥配各鄉鎮市衛生所 就已經提供給基層診所使用 防止疫情在線內資深擴大 衛生機特別去採購登革熱的試劑 要來提供給縣民 以防止我們疫情的擴散 所以目前這個快篩的試劑 已經送給13鄉鎮市衛生所 那如果地方診所有必要的話 可以到衛生所去領這些試劑 去做一個檢驗 以防止登革熱在南投縣的一個資深擴大 醫生也呼籲民眾 若身體出現肌肉痠痛 發燒嘔吐等情形 就應該立即就醫 衛生局為了考量 民眾的方便性 如果你到診所去 那診所的醫師認為你有 感染登革熱可能的話 他就會可以幫你 馬上做登革熱的快篩 那這些快篩的試劑 是由南投縣衛生局提供的 各位診所的醫生 如果你覺得有需要 你可以跟衛生所申請 這些快篩的試劑都是免費的 民眾如果你有法語的時候 就請到各個診所去做快篩 或是做一個基本的篩選 以保障大家的健康 縣議員檢視聖相當關心登革熱疫情 也呼籲民眾居家環境要整潔 避免並沒文之聲 希望我們去台中的時候 我們要注意 不要讓我們要頂到 最好是我們要出門 先噴個黃雲衣 不要讓我們要頂到 登革熱這個東西 對我們的生命非常危險 非常嚴重 一個登革熱這個傳媒 這個也要頂到我們 還頂到別人 對我們的生命非常危險 我是希望說在我們家裡 你也看到我們的水 有很多水的地方 我們要灑一灑的 一些火盆裡面有水 我們把它倒掉 我們減少蟒糖的產生 這非常重要 希望透過縣府衛生局 積極的防範之下 線內登革熱疫情 能夠降到最低 最重要的還是 居家環境要整潔 才能確保 自己本身的健康安危 記者亮晨草存採訪報導